1月8号有一场补选 这场补选是台北市的立委 在今天吴亦农又说话了 因为他前几天告诉我们 说什么票投民进党青年上战场 这种话都没有意义 不过他今天又讲了这么一句 票投民进党不会有战场 听听他的原话 他们说票投民进党青年会上战场 那我在这边想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所做的一切的努力 所有国家安全上 国防上面的建设 只有一个目标 一个目的 那就是避免战争 那就是让我们不会有战场 所以如果真的要有一个口号 他应该是票投民进党 才不会有战场 说实话有点乱 为什么 因为他之前报告说我口号没意义 但他今天怎么又喊了一个口号 怪怪的 好 从时他其实在前几天 当我们问他说 你反了你们之前自己 民进党选举的口号的时候 他又说是媒体误会了 媒体在刻意扭曲 忽然之间我们又想到了 前几天他在接讲的时候 面对民众的回复 他自己讲出了 愿意牺牲总统专机 后来也说是我们媒体的扭曲 说法的误解不是他的原意 搞到头来我们又要问了 是不是他最后会说 我们又在认知作战 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人发现 他谈选举的时候好像比较像阿中神之中 但谈国防的时候还蛮像林长佐的 因为他提出一个 他的证件说要做一个国土防卫队 这么刚好 林长佐现在也说要成立一个紧急事务管理局 可问题要问的就是 你有没有看到林长佐 他现在在万华区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这一次的选举他其实已经有一点要翻盘了 已经翻了 你有发现吗 你还要跟着长佐走吗 最后他的对手 现在这个王红卫告诉我们 如果让他进去国会的话 他监督目标是苏贞昌 陈明通NCC还有科管局 虽然立委确实他的监督目标 没有办法触及蔡英文 但现在很多人都说 我们最想监督的其实是蔡英文 回过头来请教龙丐兄 选举的时候有口号这件事情 他告诉我们不要口号 上班的事情 13号的事情 今天马上又喊一个口号 发现什么事情 票投民进党不会有战场 这个口号不会被买单 就是说 那为什么你要把兵役改成一年 那因为你听了美国的建议 一年是不够 一年从你入武 新兵入武训练三个月 然后开始本职专场的训练 到你真正成熟能够上战场了 刚好就一年 你退武了 怎么落赢 不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以前设计 我跟你讲 我从设计入武到新兵 因为我打的枪比较多 就从新兵入武到退武 总共也才打86枪 因为我们学甲两个小时就打88枪 特战男神 他说他特战男神 特战下士班长 你这也是陆战队的对吗 就是说 你也可以做男神 没有 这个神不神一样 面对战争就很残忍 所以吴英龙他讲这样 就是你要去转移 那你讲的时候在家当兵 这个又冲突了 我跟你说 美国要的不是你当一年兵 改一年就会改成两年 所以我认为问题 我们都需要国防 我们也希望台湾 这个国防力量能够健全 但国防跟新防跟民防 要通通在一起 你执政党每天在追杀在野党 然后到危机的时候 就叫我们要跟你团结在一起 那就要团结什么 你把人民跟你没有利益相干的 通通往外推 然后利益都是你们自己 在分赃利益 这个时候有危机 就是说国人要团结在一起 很简单 你这个募兵制 假如我们都募5万 那你现在只3万5 一个月 什么人要替你买名 我拜托 我一直提说这个募兵制 你募不到兵就是因为薪水低 最起码一个要7万 就一个月你增加3万5 那如果5万个兵 那一年大概180亿 你没有 那因为现在你这个募兵进来 4年到5年 他才能真正一个很成熟 让你国家国防可用的一个金兵 那现在的武器是不断在精进 对不对 这个配套你为什么不讨论 那为什么吴英龙你不谈说 国安部 你们现在这个预算怎么去运用 我想你如果一个月七万八万 就有人要去做兵 因为你这样四年下来 五年下来 你大概你吃饭不用烦 你大概可以存到四百万 就存四百多万 那你就可以有一个创业基金 你知道吗 然后你现在不是 你现在一年调你一个月回来 然后比照3万5给你薪水 你一次他钓一个星期 钓一个星期 我一等给你钓四次 要选择他 你不但妨碍 那这个一个 回来一个礼拜 会对我们的战力有提升吗 有 有一点点 那他现在把这个人数 跟回来训练的整个日期 统算成有多少战力 所以我们现在真兵可以战缓 那才造成说这个真兵可以再讨论 部长说要跟其他部会在讨论 不是的 不是跟其他部会研究 而是跟民进党的选队会研究 会不会影响到选情 好 其实我们刚刚特别讲到 这个龙丐家当兵的照片 原因是因为这张照片 让他变成一个特战男神 但是当他在讲我们的 国防政策的时候 我们问他 你提出这样的证件 你经费武器哪里来 枪支怎么管 他说那个是国防部 他要提出来的 我们就要请教一下辉文哥了 这个抗中保台是嘴巴说就可以 是不是 因为这个 这个是在台北的 台北市的立委的补选 那个龙介兄也参加过 台南市的立委补选 你就知道说南北的差距有多大 基本上王宏威跟吴一农 都被放大了 就是龙介兄 他为什么会抱怨说 这个林骨塔的案子 林骨塔的案子 如果卡到柯文哲 柯文哲早就抓去关了 但是卡到黄伟哲 他连动都不动 南北的差距 司法的差距在这里 所以观众朋友 刚刚我还是称赞龙介兄 他并没有说去侠院报复赖清德 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说 你看民进党的台南市议会党团 这都谢龙介的朋友 他们昨天讲什么 你听听看 你看这好笑不好笑 他说台南市是唯一真正清除炉渣的县市政府 台湾22县市只有你真正清除 只有你台南市是唯一真正清除 我看了就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 那高雄怎么办 陈曲跟陈其迈怎么办 只有你唯一真正清除炉渣 高雄的炉渣都跑去哪里了 你也好了 高雄的炉渣比台南还多 我这样讲不是比较快 一句就讲完了 只有你们台南市真正在清除炉渣 然后就把赖清德讲得去 把他神话 王世坚就说什么赖清德是什么 清新改革正直什么的 那个都讲得都太过头了 今天赖清德说要检讨 赖清德你要检讨谁 你要检讨苏贞昌吗 你当时检讨蔡英文 对不对 这些林志坚是谁提名的 蔡英文提名的 要拱林志坚的论文 他说林志坚论文没问题 要站台大的是谁 也是蔡英文 那你怎么去检讨苏贞昌 你现在就是副总统 要检讨总统了 你现在是要跟蔡英文闭明吗 这根本就是乱七八糟 这整个就乱掉了 你就是想要当一个阳村党主席 你要抢这个党机器 那你就去抢吧 我们就看 因为民进党应该是没有人 他去领表了 就看赖清德 你当一个阳村党主席 你卡在中央党部 我不认为蔡总统会这个 这个就让他去获得总统提名 又让他赢得总统大选 这不是我知道的蔡英文 好 那不过回过头来 请教这个加油委员了 那现在这个乌英农 他一开始告诉我们 不要有口号 他今天又自己又喊了一个口号 然后一直说媒体在误会扭曲他 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乌英农在走自己的路 他的选战打法 跟传统选举的方式不太一样 例如说他一开始就不差旗子 也不设看板 然后他几乎从每天都在街头开讲 那我觉得他的选战打法 真的是蛮清新的 跟大家传统认为 比较不一样 而且他也没有在攻击王鸿威 那他就想走自己的路 宣传他的理念 他的理想 不管是对于国防 或是所谓壮阔台湾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到底如何去实践等等 那我觉得某种程度 确实对于选民来讲 他是有他自己的一套 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包括这个所谓松山机场的 不管是废除或签建案 其实对于地方来讲 长久以来也因为这个议题 大家也非常的期待 所以吴怡农在某种程度上 我觉得是能够打动民众的心 那当然你说 他提出政见很多时候 大家问再问下来细节的部分 他就会说 这个他没有办法 把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 跟一个想法 因为其实这次立委选举 当然大家比较放大去解读 就是说比较关注 因为每一天都被放大进去解释 那吴怡农过去也曾经参选过 所以我是觉得说 大家给他比较大的关注 那当然对于他的一些政见 或是政策的想法 他必须要有比较进一步的说明 才能够去说服大家 但是我觉得吴怡农当然 他在选举或在政治上 确实是比较没有这么熟练 但是我觉得无妨 就是说他对于里面的追求 所以我是觉得到目前为止 那我们不是应该投给一个 比较熟练的吗 但是有时候民众可能会觉得说 像吴怡农这样子一个比较油